小青春杂志 阿姨 请问还有小青春杂志吗 没有了 孩子今天可奇怪了 一大早啊 有很多人都来找小青春杂志 那杂志一下火了 里面有什么啊 里面有一篇记事文学 讲的是一个中国女孩和外国帅哥的爱情故事 特传奇 特好看 没有就算了吧 谢谢啊 怎么那么好看啊 阿姨 还有小青春杂志吗 没有了 哎 你们知道吗 咱们这一期的杂志居然卖脱销了 进入了全国前二十 是全省第一呢 真的 是吗 那咱们杂志社这次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这都是那篇小说对你说永别 给咱们带来的好处吧 这作者也太牛了吧 怎么想出这么绝的情节啊 我问过头了 头说在外面尽的 反正啊 咱们的杂志社没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哎 我怎么觉着 这小说里的情节写的 有点像路安娜吗 不要 õ尔啊 隔夜啊 隔夜啊 哎呀 赶紧起来 干吗呀 到晚上呢 你吓死我了 你赶紧看看这篇小说是谁写的 什么啊 就是这篇 对你说永别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这个是文学稿 你是文学编辑 你能不知道是谁写的吗 这篇小说是女魔头组的稿 我们都不知道 那你看了没有 我看了 看了那你不觉得是在写我吗 你看你看 你那么急 我就是怕你急 所以才没有告诉你啊 那你赶紧看看 这个作者像谁 我哪看得出来是谁啊 以为改个人民换个桥段我就看不出来了 太卑鄙了 太卑鄙了 奶奶你先别生气了 你追我能不生气吗 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我的故事改编成小说 这明目张胆的侵犯我个人权益 太过分了 你是真的不知道是谁写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啊 可能是女魔头从外边找的人吧 我不管是谁写的 这一次我绝对不可能这样算了 娜娜你先别激动 你听我说啊 虽然人家是借鉴了你的精力 可是人家有没有指名道姓说是你 这种事情你没什么证据 就算是告上法庭你也很难赢的 对 我就是要告他 我可没人让你告他呀 莫总 你觉得这个插画可以吗 还凑合吧 可我觉得这个画面 跟这期小说的内容搭起来 特别配 行了 那就是他吧 你去跟印刷厂说 务必要 莫娜 有什么事吗 我想找你谈一谈 去我办公室吧 说吧 什么事儿 你没有权利不经过我同意 就把我的事情改编成小说 你的事 什么事儿 我不明白 你觉得你这样装傻有意思吗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写的是谁 你是说你在这个里面看到了自己 是吗 那太好了 说明我们成功了 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能够让很多读者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从而反思 从而感慨 获得能量 谢谢你 做出这么高的评价 莫莉 你别跟我玩这样的文字游戏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立即给我停止看载 否则我就要 否则怎么样 起诉我吗 你别以为我不敢 我当然知道你也敢 可是我想问你 你凭什么起诉我 难道你在这个上面看到了你自己的名字了吗 你发生了什么事别人怎么会知道 陆外娜我警告你 你不要以为你在生活当中受了刺激 你就能够从文学作品上把他的情节生搬印套到自己的身上 你如果要炒作的话 你可以换一个方式 当然 如果你执意要起诉我 我也可以送你两个字 请便 还有事吗 如果你没事 我还有事呢 出去吧 我们要先去 你去吧 我们要先去吧 那可以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冷静不了 太欺负人了 你是不是有个同学是律师 我是有个同学是律师 可是人家现在调虚外地了 不在这儿 我们走 往哪儿去啊 我不想上班了 安娜 现在上班时间 你干吗去啊 我不管 我现在就要离开 我不想上班了 安娜 安娜 我们下班了